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第二位参赛小选手 希希 欢迎第三位参赛小选手 龙龙 下面就请三位小朋友就位吧 好的 三位选手已经就位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说明规则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 学完之后我就会向你们提三个问题 让你们抢答 在每道题抢答之前都会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然后你们谁想回答问题就赶快按下面前的抢答器 速度最快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哦 答对一题得一分 答错不得分 不过要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 游戏结束时 谁得到分数最多 谁就获胜并得到我们准备的奖品 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 笑 今天啊 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民歌 赤乐歌 赤乐歌 北朝民歌 赤乐川 赤乐歌 是一首北朝民歌 北朝民歌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所创作的作品 其内容丰富 语言质朴无华 风格粗广豪迈 表现了北方民族 英勇豪迈气概 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中 现今只有六十多首流传下来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赤乐歌 赤乐是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 史书上记载 北朝将领胡绿金曾在战败后被士兵们歌唱过赤乐歌 以振奋士气 但关于赤乐歌的作者是谁 一直以来都有争议 有人认为 胡绿金是作者之一 甚至有人认为 胡绿金就是作者 但也有人认为 胡绿金只是已知最早的演唱者 并不是作者 但不管作者是谁 都不影响赤乐歌 成为传世之作 赤乐族生活的大草原 就在阴山山脉的下面 天空就像巨大的圆顶帐篷一样 笼罩在辽阔的草原上方 蓝蓝的天空下 草原无边无牙 风儿吹过 高高的牧草翻滚起绿色的波浪 在牧草被吹弯的地方 显露出隐没在草丛中的一群群牛羊 我们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 可以抓住 穹炉 苍苍 茫茫 风吹草低陷牛羊 这些词句来细细品味 开头两句 赤乐川 阴山下 交代赤乐川 团备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 江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 穹炉是指用沾布搭成的帐篷 也就是蒙古包 这里用了比喻手法 说天空像粘制的圆顶大帐篷 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 以此来形容积木远望 天野相接 无比壮阔的景象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现牛羊 是一幅壮阔无比 生机勃勃的草原全景图 苍是指天的颜色 茫形容辽阔 无边境 苍茫的意思 就是辽阔遥远 而望不到边 苍苍茫茫 运用谍词 更加凸显出 天空和草原的苍茫 无际 雄魂壮阔 牧草长得比牛羊还高 所以在没有风的时候 牛羊都隐没在牧草之中 当起风了以后 一味无际的牧草 像大海一样翻滚起波浪 在起起伏伏的波涛中 一群群的牛羊 十亿实现 《赤乐歌》是一首富如皆知的诗歌 大气磅礴 粗犷雄放 耿尽有力 耿尽开阔 具有北朝民歌 所特有的明朗豪爽风格 语言明白如画 魂谱自然 艺术概括力极强 描绘了一幅 辽阔 复扰 而壮美的草原画卷 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艺术瑰宝 小朋友们 朗读是学习诗歌的重要部分 我们在朗读这首诗歌的时候 要注意要自清土 发音准确 读出豪迈的气势 同时要注意重音和节奏 例如苍苍茫茫 风吹草低 要重读 风吹草低 线后面 要有小小停顿 除此之外 还要注意 笼带四雅中的雅 不读野 而是读雅哦 以及 风吹草低 线牛羊中的线 不读剑 而是读线哦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仔细体会一遍 这首诗歌吧 赤乐歌 北朝明歌 赤乐川 英山下 天似穹炉 笼盖四雅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线牛羊 好了 小朋友们 这首诗我们已经学完了 下面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 请大家做好准备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天似穹炉中的穹炉 是什么意思 蒙古八 回答正确 得一分 下面是第二道题 下面是第二道题 天似穹炉的下一句 怎么读 笼盖四雅 笼盖四雅 嗯 回答错误 很遗憾 不能得分 正确答案是 笼盖四雅 好的 下面是最后一道题 本诗的最后一句 怎么读 笼吹草低 线牛羊 本诗汉 回答不 不能得分 正确答案是 笼吹草低 线牛羊 好的 本诗的比赛 结果是 莺莺同学获胜 让我们祝贺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次再来